五台山,经县菩萨显生,数万人亲眼目睹并拍照 这神态威严,轮廓清晰,在场信徒更是纷纷归拜 那么这次神秘事件的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本期探长就带你一探究竟 视频内容未经科学证实,还请大家理性观看 五台山,位于山西五台县内,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 也是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 里面不仅修建了三百多座寺庙 这个供奉的佛像更是高达三万多尊 因为一直以来,它都是佛教信徒的圣体 而有关文殊菩萨在五台山显圣的事件 历史上就曾发生过不止一起 这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2022年 据目击者声称,当时五台山正在举行 释迦如来真身舍利的礼拜仪式 现场聚集了数千名佛教信徒 可就在仪式举行到一半的时候 这怪异的一幕就出现了 只见阳光突然改变方向 直直的照射到舍利塔上 并且还散发着五颜六色的光芒 就犹如七彩佛光一样 隐约间还能看到天上的云朵 幻化成了模糊的佛祖云 前来礼拜的信徒们认为这是佛祖显灵了 纷纷双手合十,浅诚跪拜 在消息传开之后 有不少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到底是巧合,还是真有菩萨显灵 相传,康熙在登基之后 曾多次朝拜五台山 并且还将自己的龙袍赠送给了显通寺 虽然五台山是佛教圣地 但康熙却并不信佛 但这一个不信佛的人 有事没事总往佛寺跑 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不过他喜欢往五台山跑 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相传他的父亲顺治帝 就是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痴情帝王 在他最爱的董厄飞病逝之后 顺治帝伤心一绝 于是连皇位都不要了 在传给了康熙之后 就去五台山出家了 而康熙之所以多次前往五台山 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 谁知康熙刚到五台山就迷路了 就在进退脸男的时候 一个身穿袈裟 手提登陆的老人出现 他主动为康熙引路 并最终在他的帮助下 这父子二人终于团聚 而这位老人传说就是 文殊菩萨的化身 后来康熙又听闻 五台山上的一些僧人作风不好 于是便决定亲自前往巡视 这刚到五台山 便看见一个和尚在河里洗澡 并且旁边还有很多女子在洗衣服 这康熙以为这个和尚是个银僧 便立马拿起剑向这个和尚射去 没想到和尚竟凭空消失 当康熙寻到山顶的时候 竟看到文殊菩萨身上 插着自己刚射出去的剑 这时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文殊菩萨只是想与民共浪而已 五台山显胜事件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相传曾有三十多位作家 在游览五台山之后 纷纷遭遇离奇车祸 那他们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呢 视频内容未经科学证实 还请大家理性观看 实际上五台山显胜的事件并不在少数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1969年炸毁寺庙那个事件 当时有人还拍下了菩萨显胜的照片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时间回到1969年 当时一位兴马的参谋长 想要找一处风水秀丽隐蔽幽静的地方 来为一些高官已自己修建私人住所 刚他赶到五台山后 经过长达三天的观察发现 五郎庙和金刚铺这两个地方最合适 但在拆除的时候却让他们都犯了难 就在这个时候 手下的一个士兵就献出了一个计谋 拿炸要去炸掉不就行了吗 这马参谋一听认为此计可行 于是就当即下令 让居住在这里附近的僧侣 在三天之内全部搬离 但文物却不准搬离 到时候一概就地炸毁 这僧侣们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纷纷劝阻马参谋长不能这么做 冒犯神灵是会遭报应的 可这位参谋长才不信这些神佛之说 自己上战场杀过那么多鬼子 怎么不见小鬼子来报复自己呢 这三天之后他就下令开始动工 然而爆爆声刚刚响起 离奇的一幕就出现了 只见在升起的浓浓烟雾中 竟然出现了文殊菩萨的面容 轮廓清晰神态威严 这在场的僧人们看到这一幕后 纷纷双手合十跪地朝拜 请求文殊菩萨的原谅 而刚才还肆无忌惮的马参谋长 也被吓得跪在地上不敢动 待烟雾散去后 他立即下令停止爆破工作 并重新选择其他地方来修建养老院 无独有偶 这一幕恰好被在场的一位摄影爱好者给拍到了 后来据当地人描述 当年参与炸毁寺庙的人 有多数人之后都遭到了恶果 这也让人更加坚信 五台山或许真的有神明存在 那除了这件事之外 就是这件在1987年发生的离奇怪事 当时曾有30多名作家乘车前往五台山游玩 这刚开始还一切正常 但在抵达五台山之后 有几个人开始口无遮拦 肆意在庙里大声喧闹 对着寺内的女众僧尼平头论足 还有人甚至对佛像开起了玩笑 可就在这些人远路返回的时候 大巴车却遭遇了车祸 那些口注狂言冒犯神灵的人 身上纷纷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 不过奇怪的是 有一部分人却丝毫没有受到一点伤 真可谓是巧的不能再巧了 五台山为何会频频出现险胜的事件呢 更是有不少人声称曾亲眼目睹 那么世上真的有神明存在吗 视频内容未经科学证实 还请大家理性观看 在宋元佑年间 当时在开封府任职的张商英 曾做了这么一个怪梦 在梦中他游览了五台山的金刚窟 并看到了很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对此他感到十分的奇怪 因为五台山是自己生平从未听说过 也从未去过的地方 在五个月之后 他被朝廷调往河东出任提点刑狱 而这个地方离五台山又不远 于是他便打算亲自前往金刚窟 去一探究竟 没想到所见的皆与梦中一样 当时由于天寒地冻 张商英担心大雪封山 便只好在山上住了一宿 第二年张商英因为公务再次来到五台山 而这一次他住了数日 在此期间也游历了不少寺庙圣祭 有天僧政省齐前来拜见张商英 还没等他坐定 就看见南台侧面 涌现了许多团团绵密的白云 省齐表示这是祥云 平时很少能看得到 于是张商英在听后 急忙便换上了官袍 在染香礼拜之后 竟真的也看见在祥云之中 显现了金桥和金色香轮 这过了几个月之后 张商英带上家人 再次来到了五台山礼佛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全家人同时在西北方的天空中 也看到了金碧辉煌的天庭 这番景象让张商英发下誓言 自己以后一定要诚心向佛 讲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说 以上这些或许都是民间传说而已 这真假还有待考证 但其实在一些网友看来 近些年五台山还真出现过不少 大大小小的菩萨显圣世界 环绕太阳的光环 火龙现身香火炉 四月飞天降雪 七彩祥云等等 不论到底是不是真的有 还是特定的自然现象 五台山的这些种种神迹 真的很难不让人惊叹 好了本期的视频 今天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